跟大家討論大灣區 九個區 哪些區比較多香港觀眾居住 或者哪些區比較推薦大家選擇 大雅灣是崩海新城 崩海新城最接近深圳 這裡有很多東西玩 衛東多東西玩一點 衛城和大雅灣比較繁華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Andy 這一輯就跟大家討論大灣區 九個區 哪些區比較多香港觀眾居住 或者哪些區比較推薦大家選擇 因為很多觀眾年紀的長者 知道那些朋友居住在哪裡 然後自己盲目垂寵 可能你是需要和朋友一起住 這個可能性都有 但如果你是說首次回到大灣區置業 我們九加二大灣區的選擇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大地圖 我們其實比較近香港的 首先是深圳 深圳 深圳 第二 比較繁華的業務也是深圳 但是深圳樓價貴 大哥 那些價錢也是 平山最便宜的 平山也比較便宜 都可以去到四萬多 這樣的話 就限制了觀眾選擇 來大灣區 退休 養老 或者居住 你可以選擇旁邊的衛州市 我們臨心板塊 大概是萬一二元左右就可以選擇 同時看看 你是否需要一些比較繁華 然後整個區域 因為貴州也有很多區 我們稍後會逐一和大家 認識的 OK 這樣的話 也有很多觀眾選擇了我們的 即是我們講比較熱門的區域 因為Andy知識有限 但是知道多少 和大家分析多少 就是這樣 OK 香港這個是港珠澳大橋 這裡是港珠澳大橋 過來澳門 如果你開車的話 可能方便的 可能都是中山方便一點 珠海方便一點 但是珠海現在價錢都不便宜 都去到 航空新城那些 兩萬幾三萬 對不對 那你中山的話 可能價錢都差不多 如果三鄉 雅居樂的地塊 也是很多人住的 很多香港的觀眾住的 但是價錢都接近一萬出頭 對不對 那我看看大家覺得 那個性價比 和價值去到哪裡 中山的話 它有很多香港觀眾住的 為什麼呢? 首先橫觀大灣區 香港有差不多是 接近七百萬人 回來這個大灣區 居住 養老退休 大概有百分之五 目前來說 有接近十萬人 回來這個大灣區 很少部分 但是真的很近 也都很希望呢 各位觀眾呢 可以回來 體驗回灣區 現在的生活 確實是 低炭得來 又比較 經濟 經濟得來又舒服的 好吧 那麼 也都會有很多觀眾 會是 在香港那邊 繼續去住 公屋的 但是覺得 就 窄少少 但是你住慣 沒有辦法 那麼 看回自己 喜歡住哪裡 都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 說回大灣區 OK 中山的話 其實都 比較多 香港觀眾 去住 因為很多都是 說回粵語 那 那 這邊灣區 說來說 都是粵語 普通話 是不是 都是這兩個主流 OK 那這個 就說回交通 就看回這個 大的 這個地圖 我這個是 鞠哥 這個是百度地圖 你鞠哥地圖 都是差不多 那麼 可以看回的 如果開車的話 就是 那麼 開車就走 廣珠澳 就是中山 比較方便 但是現在 在大灣區的 交通工具 都是高鐵 或者是 政府的 巴士 那 你說開車 各個人都申請 到車 開回來的話 就 真的少些 那 除非 真的少些 所以的話 你就看回交通 哪裡方便 那麼 很多關口 好像那個 那個 我們深圳的福田 羅湖 還有 那個 很多關口出去 都是在這個 深圳的關口 那麼 你來衛州 可能相對方便些 OK 那麼很多的話 也都會走回我們的佛山 有條件的可能 廣州 再 即是 再遠一點 我們 嘯 嘯 嘯 少慶 說真的 之前 不知為何 那麼多香港的觀眾 去買到 即是 大家看看 有多遠 嘩 即是 你 回到中山 都可能接受一下 一個多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左右 可能 你衛州過來 就是一個 半中 和 少慶的話 雖然有高鐵 但是 時間都 麻煩 少少 這個是 觀眾跟我們說的 因為 之前 就很多 頻道 或者是 一些 即是 香港的觀眾 都說去少慶賣 賣 價錢便宜 性價比高 等等 少慶就玩山 玩山多 中山 都是玩山多 那麼 你看回 你回來 度假 養老 或者是 遇學休閒 玩 你看回你想玩 多元化的 就建議去遺州 即是 不是說Andy在這裡 亂說的 你可以看回 這個 深圳出來 就是羅湖關口 是吧 那你有高鐵 接達到我們的 惠州 南站 惠東站 這個惠東縣 惠東站 那你都是 那麽是 45分鐘左右 到一個小時左右 大概這個車程 那你不是 近很多 好嗎 而且 惠州這裡 有海灘玩 是吧 是吧 望海 各位觀眾 望海 山肯定有 那 衛東來講 地大蜜薄 對不對 地大蜜薄 那 溫泉有沒有 有 這個 衛東縣 這個 熱湯溫泉 惠州這裡 是 惠林溫泉 是吧 湖有沒有 有 都有 我們 類似我們 衛城的 叫做 惠州西湖 哇 這個都是 5A級 的景區 光就是 東光 西枝光 薄羅 版塊 好了 那我們就 大概說回這幾個區 這個版塊 那 珠海 肯定貴一些 江門也便宜 江門也便宜 但就看回 交通 因為你回來的話 你肯定是 要 浸一段時間 才熟悉 這裏的交通 網絡 你有親戚朋友 在這裏也好 那 你都 大概熟悉一下 那 那 有時你又回香港玩的 那你就選擇交通方便 對不對 那有時 那些孫子 那 或者 那些孫子 或者香港那裏有事 那你都要 抽身回去 那你選擇交通方便 高鐵 就 惠州這裏會方便些 那你要去回 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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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藍站 廣州藍站 再駁車去什麽 兆慶 呀 中山呀 唯一就是這樣 那你如果去惠州 就不用了 是吧 因爲 因爲 它這個 周圍的城市 這些接近 亦都是比較近些 我們可以看回 我們這裏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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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大區 這個 這個地圖 那 那 整個惠州市 就七個區 比較大的面積呢 就是我們 衛東縣這個 鹽海 這個縣城 那 和我博羅 龍門都比較大的 那 第一個的話 就是我們 惠州市市中心 也就是我們 惠城區 惠城區的話 就分別有兩個副中心的 是政府 政府 重點打造的一個 是經濟 技術 開發區 第一個 就是我們 大雅灣 臨心板塊 第二個 就是 仲海 高新區 就是兩個板塊 惠陽 第三個區 薄羅縣 龍門縣 惠東縣 一共就是七個縣城 OK 那我們這個大雅灣 惠陽 隔離這裏 就是深圳的 中海 薄羅 隔離就是 東莞 龍門 和薄羅 隔著這裏 就是我們 這個廣州 珍城 廣州 珍城 那個 新唐那塊 大概是這樣 因為這裏有一個 白水寨 南坤山這個山 你浸溫泉 一說 南坤山大家都熟 的 OK 龍門 和薄羅 右上方 這裏就是我們的 河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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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們有一個 河縣 威城 衛東 這裏 這個板塊 隔著這裏 右手邊 這裏過去 就是我們的 山尾 和山頭 所以 這麼多的城市 深圳 廣州 東莞 都是我們 這個 廣東省 經濟 比較發達的城市 的話 你 就 避免這個 片區 都不會差到哪裏 反正 海邊 溫泉 基本上 都是這幾個區的購買力 或者是遊玩 來這邊玩比較多些 這個就是 惠州市的七大區 好 我們再說回 這個 我們惠州的話 他那些人是分別說什麼話呢 普通話 客家話 和粵語 福魯話 就是衛東 過去這邊 山尾 和山頭人 比較多些說的 基本上都是說 客家話 和粵語 普通話 大家都 搶通無助 基本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惠州市 大家的生活 講的語言 我們 惠州市的話 根據 這裏是以前的圖 就 講了 以前的區是搞什麼的 好像我們惠城 就是一個比較出名的西湖 現在是他惠州市的CDB CBD來的 主發展中心 大雅灣 就 奔海新城 奔海新城 就最近這個深圳 也都是樓價比較高些 天花板樓價就是我們的感受一號 現在的價錢大概賣到 2萬6 到3萬多 惠陽 業庭的故鄉 也就是我們一個革命政事 革命政事 這個仲海 仲海高新區 主要是發展什麼呢 我們的電子 還有這個醫療器械 比較多些發展 薄羅長壽之鄉 山多 環境靚 山多環境靚 龍門 旅遊聖地 南坤山 羅浮山 等等 都是在這兩隔離 非常之近 很多觀眾喜歡爬山 來這地方 真是 衛城西湖 衛東 大家知道我們是一個嚴海城市 海邊玩 又可以爬山 又可以在海邊 好像我們也拍過很多影片 那些樓宇 那些樓宇 去坐回我們的遊艇 摩托艇 那些釣傘等等 走沙灘就是最簡單的了 最舒服的了 可以參照我們以前拍的影片 逐一可以講解給大家聽 OK 那接下來說回 我們這個 衛州市 每個地區有些什麼吃 看看你來過衛州 有沒有吃過這些 這麼好吃的東西 那好像 多粥冷粉 這個我們就沒拍到 白花老鵝 這個吃得多了 蚊鵝 吃得多了 靈化白切雞 也都吃過 這些很棒 那回來的話 原生態的東西 就衛東比較多些 很多都是自己養的 那你回來的話 Andy一定帶你去試一試 一些好吃的東西 那來到這個大亞灣 那衛東 海邊城市 海鮮當然有了 哈哈 生蠻海鮮 大亞灣有沒有 有 澳頭 澳頭很多 生蠻海鮮 魚家湯丸 魚露鴨 魚露鴨 魚露鴨吃過 魚家湯丸 魚家湯丸 沒吃到 實際就 對 下次和你試一試 衛陽 黃金蘇丸 鎮農荔枝 這個鎮農荔枝很棒 很甜 這個黃金蘇丸 沒試到 中海有什麼 利林鹿鵝 利林鹿鵝和白花老鵝有些區別 那 那 那 比較入味 比較入味 還有 看回自己個人口味 diffuse 通 tank 通鵝紅 通灌 通光 通透 通通 通菲諾 風 通上 鈴鹿 入行 吃 流行 這個薄羅,利芝瑤雞,我們近期阿Sam拍過片 利芝瑤雞,那個瑤雞正不正?各位觀眾 龍門,三王胡蘇雞,龍門蜂蜜,龍門蜂蜜,青梅酒 龍門蜂蜜和胡蘇雞試過,酒可能Andy的家裡也更好喝 我們那個叫松山美酒,很棒 胃城,胃城有什麼吃? 薄羅扣肉酥,東光秘製油條,阿麻叫 哇,死了,這個阿麻叫沒吃到 東光秘製油條沒吃到,梅菜扣肉酥又吃過 胃城有多少好東西吃? 因為很多人一發展的話,他會往這個城中心的CBD發展 所以很多美食都會聚集在這裏 多祝這裏剛剛介紹了 那我們現在就,美食市場阿Sam不斷努力在這裏開發展 這些美食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一座城的話 隔著一個不同的美食氛圍,對不對? 好像我們過去這裏就是我們散尾的打卡 二馬路那裏也有很多很棒的東西,對不對? 其次再過去,山頭的打卡,各位觀眾,打卡 可以可以,哈哈,可以 我們旁邊這裏有很多好東西吃,也有很多好東西吃 河原,廣州,東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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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這個,深圳,潮山,三米,很多好東西吃,對吧? 不要說,有點餓,現在錄製時間下午4點鐘,哈哈 這個圖片呢,接下來這個圖片就是我們這個 周末,然後帶小朋友去玩,或者是你退休,旅遊這個景點 這個景點了,那麼大野灣的話,我們就 我們就環小徑灣,小桂六道踩單車,紅樹林,這幾個景點我們去過 衛陽就熱點紀念館,四外桃園半島公園去過兩個 中海,水庫多,是的,水庫多,因為中海它屬於一個高新區 它的景點確實少一點,那麼我們就拍了一個是叫做 中洲雲路的,中洲雲路碑桂園,十五萬一套 那一到的話就都幾便宜的,十五萬一套 那麼它去衛城很近的,你住在這裡,去城市這裡打卡玩就OK的 博羅,羅浮山,東光新城濕地公園,新作唐航天基地,OK 龍門,我們這裡就是南坤山和羅浮山 這兩個山,大家去登山玩玩就可以的 雲頂溫泉,龍門游泳等等 這裡的龍門溫泉是好玩的,我們每次都去這裡泡溫泉 衛城,衛州,五衛級,西湖,賓江公園,東光游 珠江就是珠江游,珠江就是廣州那邊珠江游 衛城就是東光游 衛城這裡四個點比較繁華 第一個就是龍心根山湖,根山湖中心 然後第二個就是一個廣會中心 三三七年,華茂新天地 這四個地方比較繁華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跟著這些去玩一下 衛東有什麼玩?衛東多東西 我覺得衛東多東西玩些 比較多元生態的東西玩些 好像浸溫泉,熱湯溫泉 還有我們這個百盆珠,斑海城市 金融街,十里銀灘,雙月灣 這裡多東西玩 還有我們觀音山 觀音山那裡就好像童話班那些東西玩 很多東西玩 衛東多東西玩些 衛城和大瓦灣就繁華些 就是看你怎麼選擇 OK? 那就是基本上 衛州七個區 就分享到這裡 其實要跟大家說回來的就是 你選擇這個大灣區 退休或生活的話 就選擇交通方便少少了 因為的話,好像我們這個 放大一些螢幕 你香港這樣 我們的高鐵是直達到西九龍 直達到西九龍 你西九龍就可以 深圳平山,衛州南站 1,2,3 到的了 衛州南站下車 這裏就是一個衛東站 是 看看哪裏 衛東站 這裏還有一個衛東站 不知道為什麼還沒表 衛東站 是吧 衛東站 這裏是斑海城市 你來到衛州 你多東西玩 那你都打算退休 然後享受生活 那你玩山 還可以玩海 那些生活味 比較潔意很多 那不用這麼呼噪 那你說去爬山 有的 觀音山這裏很美的 還有這個北海旅遊城市 這裏有一個清順山很美的 那你回到香港很近 你不用這裏過了關之後 直通 雖然你直通也好 你香港 去回廣州南站 去回廣州南站 再來轉車 你轉哪裏 轉中山 轉少慶 那你就 說真的 就軟了很多 對不對 那你交通沒那麼方便 對不對 那玩的東西沒那麼多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價錢夠便宜 現在的國內內房 雖然有爆雷 那我們的話 也都會很感慎 幫你選擇樓盤 其次的話 我們公司 就是這個維港灣 十里銀攤的 那如果你回來 沒有朋友 或者是想找我們 聊聊天 隨時歡迎大家 那我們公司 也都出了一條片 到時會黏在這個右下邊 那給大家 可以對我們更多了解 那這輯 Andy就 才疏學錢 那就 跟大家 介紹這裏 希望 對觀眾 選擇大灣區 退休 或者生活 有多少幫助 那樣 OK 這輯就分享到這裏 有需要的觀眾 關注 還有 轉發我們的頻道 我是Andy 這集 分享到這裏 拜拜